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关于重力厂强度与重量的题目 那首先我们先简介一下何谓重力加速度和重力厂强度 那所谓的重力加速度呢,它是一个加速度 它是特殊的一个加速度,由重力所造成 我们知道在地表附近的东西呢 如果从禁止释放,它都会感受到重力 那就会越掉越快 但神奇的是,无论轻或重 它掉落的加速度都是9.8左右 那这么特别的加速度,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小G 那这个特别的加速度,由重力所造成的 就称为重力加速度 那它的公式长这样 首先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合力造成加速度 然后这个合力如果来自于万有引力 那就可以把这两个四值连力 那这两个四值连力之后,就会发现小M消掉了 小M消掉了,所以这时候加速度就写成 大G大M除以R平方,没有小M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轻或是重 自由落体的加速度都是9.8 因为这里的小M,就是物体自身的质量被消掉了 那所以重力加速度它只跟地球的质量大M有关 还有地心到地表的距离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地球半径 那就是重力加速度只跟地球的质量 还有地球的半径有关 星球的半径有关 那重力长强度呢,则是定义为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 单位质量受的重力 单位质量,比如说一公斤的质量 在某个位置会受到多少的重力 我们都有听说过 在月球上一公斤它受到的重力 是在地球上的六分之一 这就可以说是重力长强度差了六分之一 月球的重力长强度是地球的重力长强度的六分之一 那它的数学表示就是 重力去除上质量 因为它的定义是单位质量受的重力 所以把重力去除上物体的质量 那重力就是r平方分之gmm 那除以小m,小m也消掉了 所以就得到了这个r平方分之大g大m 这是重力长强度的公式 那它恰好就跟重力加速度的公式一模一样 只是它的意义不同 重力加速度是物体真的在空中加速 那那个加速度是r平方分之gm 而重力长强度则是物体它不一定要加速 但是它会感受到重力 那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称为重力长 以前看过熊中的蔡平石老师的影片 他就举一个不错的例子 他说黑板上方的时钟没有在自由落体 所以黑板上的时钟目前是没有重力加速度的 可是它有处在地球的重力长当中 所以黑板上的时钟的位置 它的重力长强度是9.8 但是它在那个当下是没有重力加速度 它要在自由落体正在掉落的时候 才会展现出重力加速度是9.8 这样子所以虽然它们两个重力长强度 和重力加速度的公式是一模一样 但是意义稍有不同 好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某星球的质量是地球的八倍 我们就写这样m星是八倍的地球质量 然后R星是某星球的半径 是地球的两倍 那他要求这个某星球表面的重力长强度 那就带这个公式 好那我们就把他的条件给他带进来 就是大G乘上八倍的地球质量 去除上两倍地球质量的括号平方 所以这样算起来是八除以四 两倍大G大M地球质量 去除上地球半径平方 所以就是两倍的地球表面的重力长强度 好所以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9.8 那它的重力长强度也是9.8 然后星球表面的重力长强度 是两倍地球表面的重力长强度 所以9.8乘以2是9.6 这就是第一题 那第二题呢 质量40公斤的物体在该行星的重量是多少 那这里就要再介绍一下 所谓的重量就是来自于万有引力 所以重量weight可以写成万有引力 Gnm除以R平方 可是呢刚刚说 这个R平方分之G大M呢 就可以表达为重力长强度 或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R平方分之G大M写成小G 所以重量weight就等于M乘上G 这样就可以算第二题了 第二题40公斤的物体 在这个该星球表面的重量是多少 那就是40乘上19.6 所以是算一下 4624 768 7 是吗 算一下 好算完了应该是764 764才对 所以这也是784牛顿 可是它等于几公斤重 这里又要介绍核位公斤重 在地表上的物体 一公斤它在9.8的重力厂底下 它受到的重力是9.8牛顿 那两公斤的物体在9.8的重力厂底下就会是19.6牛顿 那因为在地表附近的重力厂强度都是9.8 所以每一个不同质量的物体 它受的重力都要乘上9.8 那干脆就不要乘了 干脆就直接定义为 一公斤在地表受的重力 就是一公斤重 就是一公斤重 所以一公斤的物体在地球表面的重量 就是一公斤重 那所以也就是说9.8牛顿就等于一公斤重 9.8牛顿等于一公斤重 所以 784 再去除上9.8 就会是第二体的答案 那所以是80公斤重 好 谢谢同学